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談的主題是 宗教與永恆 說到宗教 我想每個人都會覺得 非常熟悉這個名詞 以及它對人類 所造成的影響 只有人類以來 幾乎所能找到的 人類古代的遺跡 都跟宗教有關 為什麼 因為人會思考 會思考的話 自然就會問到 人從哪裡來 人往哪裡去 生前死後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 用理性不可能得到適當的說明 所以它就具有某些信仰 那麼 所以人類古代的遺跡 都跟宗教有某種關聯 在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情況自為明顯 這世界上有七十億人 大概有將近八成的人 都有明顯的宗教信仰 所以我們今天談宗教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它不是特別指某一種宗教 而是指所有的宗教共同的現象 那麼宗教這個題材自古以來 怎麼樣受到重視 我們中文裡面呢 在古代並沒有所謂的宗教這兩個字 它有宗教方面的實踐 宗教的行為 像從上書裡面看到很多祭祀 在義經裡面也出現過 詩經裡面更不要說了 這種祭祀的活動呢 開始的時候是獻給不知名的神 所以中國古代造字的時候呢 它是用象形的方法 作為古老 那麼我們看到地這個字呢 在古代有一種合理的解釋 叫做 基辛駕財 就是如果有上帝 一定在上方 也就是天上 因為人的生命 頭在上 腳在下 頭代表尊貴的地方 那再往上走的話呢 就變成古代天這個字 那麼上面有一個神 你怎麼樣去寄獻給他 當然是用柴火堆起來 燒一些犧牲品 那個神沒有名字 所以後來就用基辛駕財的樣子 像其形狀 而慢慢演變成為上帝的地這個字 那後來地這個字呢 因為不可見 所以人間的稱王 王死了之後 他的後代稱王 就把自己的先王 推到上帝旁邊 後來人間的王也稱為帝 所以就加一個字 叫做上帝 也就是原來的帝呢 被迫升艙了 像坐飛機 升到頭等艙去了 就稱為上帝 因為有上必有下 不可能平白就來一個上帝 所以他是這樣來一個名稱 所以上帝所指的就是 一般宗教所謂的至上神 最高的神 他跟我們所謂的鬼神 他不是同一個層次 好 那在中國這個情況 我們自己要有大概的理解 接著 宗教這個詞在古代是分開的 在《易傳》裡面提到 聖人神道社教 當然神道社教 並不是說用神的道來設立宗教 而是用神廟的神式形容詞 道才是重點 道代表天理萬物的規律 來設定教化的方法 所以後面就被變成一個宗教的 神道社教 變成一個美麗的誤會 我們也都習慣這樣的說法 那麼宗這個字呢 老子裡面 言有宗 事有君 代表說法有一個主旨 忠心的思想 宗教這個詞 事實上是翻譯西方的詞來的 西方這個詞叫做religion religion這個詞 從希臘時代 羅馬時代就開始用了 它最早的字緣的意思 是把人捆綁起來 人的生命很容易分散 有耳目可以看可以聽 自然就受外面的吸引 以至於整個生命分散在外 分散在外 長久下來之後 會覺得內在的空虛 內在的不滿 所以宗教的原來的意識 是把自己捆綁起來 讓自己有一個核心 然後才能夠找到生命裡面 最根本的問題的答案 同時這個詞也有別的解釋 說是重新再去閱讀生命的意義 或是把人跟神失落的關係 重新再結合起來 反正基本上不管什麼意思 就形成了一群人 他有某一種信仰 舉行某種儀式 然後進行某種團體互動的生活 接受某種戒律 安排他實際的人生 並且對生前死後有基本的信仰 這樣的宗教一路發展 難道能進得起科學的檢驗嗎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步先說明 對宗教的批判 這批判可以分為四方面來說 第一個是自然科學 我們都知道 宗教都是在遠古的時代 慢慢的發展傳下來的 以自然科學來說的話 就很容易挑了他的毛病 譬如說你對於這個世界 有什麼樣的解釋 譬如上帝創造世界 你根據《舊約聖經》創世紀 裡面就提到 是第四天才造的太陽月亮 人類是第五天 第六天才出現 最後才出現的 那麼第四天才有太陽月亮 那前面三天怎麼算日子呢 這不太好算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太陽月亮一輪算一天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古代的宇宙觀 認為是上有天 中間有地 下有所謂的地獄 那這樣的一種古老的觀念 是在古代認為很正常 但是接不起自然科學的檢驗 所以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 宗教的教育 有關自然界的這種理解 就慢慢被淘汰 或者你要調整修正 所以那是一種比喻的方式 這樣一來 宗教的核心 還是可以保持不受到嚴重的侵犯 但是自然科學不會以此為滿足 所以我們特別舉兩個代表 第一個是戈白尼 他的年代是在1473 這一年誕生正好是 東羅馬帝國滅亡的那一年 戈白尼誕生 他提出來地球繞太陽轉 一般稱作日星 太陽為中星 從前是地星 地球為中星 那麼這種科學革命 開始所提出來的觀點 當然比過去的正確 太陽確實是繞 太陽確實是核心 然後地球繞太陽轉 那這對很多人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上帝造人 人類是萬物之靈 地球當然是宇宙的中心 不要說是太陽繞我們轉 宇宙萬物都繞著 整個地球而旋轉 那麼在第一步 認為地球只是行星之一 這一來呢 好像地球的價值減輕了 人的地位受到挑戰 可是相對的也使人的眼光 完全放大 否則你只有地球為核心 那個眼光很窄 以太陽為核心的話 你看到的宇宙 跟從地球來看截然不同 事實上太陽也不是真正的核心 像太陽這樣的星系 還有不知道多少個 第二個更進一步的批判是達爾文 達爾文年代已經到了19世紀中葉 1859年他出版《物種原始》這本書 這本書在人類的心靈上有如一顆原子彈 它裡面基本上提出來兩個重點 第一個 萬物的發展都是一條邊的方式 一條邊就是由簡單到複雜 由低等到高等 都是物盡天則 事者生存 第二是人類也屬於生物之一 但是它跟準人 準人這個字是翻譯人類前面那個物種 像林長類有一種是人類前面叫做pre-human 在人類之前的 準人跟人之間的環節失落了 這是很有名的說法 叫失落的環節 Missing Link 達爾文認為人類也是從其他生物演化來的 這個不得了 因為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造的 所以它有一個非常尊貴的來源 上帝造人有特殊的目的 結果現在生物學的進化論 說人類也是萬物演變而來的 那怎麼辦呢 趕快調整 說上帝造人很有長遠的考慮 開始就設定了人的胚胎 將來也會慢慢透過演化的方式 而成就這樣的人 所以人還是上帝造的 這樣的說法也才能夠 讓我們跟科學保持和諧的關係 因為沒有人可以對抗這樣的科學研究 所以自然科學的挑戰是非常犀利的 但是呢 對宗教來說 還算可以調整 應付 再進一步 社會學上的批判 這顯然比較嚴重了 因為社會學是人類所組成的社會 怎麼樣批判呢 基本上就以圖爾幹做代表 法國的社會學家 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叫做自殺論 到現在討論自殺的 還要參考他的研究 事實上他的書已經出版了一百多年了 對宗教是社會的工具 就這句話 宗教是社會的工具 社會為什麼需要這個工具呢 因為個人很多問題 個人能夠思考 難免會以私害功 一有權利就以權謀私 這種個人的生命的 以自己為中心的思考模式 是合理而正常的 所以他很容易就傷害 整個社會的穩定和諧 所以宗教就發明了 所以宗教就被發明了 發明出來說 有上帝存在 你如果違背社會的規範 上帝給你懲罰 因為人都是生在一個繼承的社會裡面 而人離開世界的時候 社會繼續存在 所以人很容易把社會看作一個 比人的生命更大的一個 超越的力量 所以社會就以上帝 作為這個力量的化身 所以這就是以宗教為社會的工具 來約束個人的慾望 使他不要侵犯到整個社會的穩定 這種說法能不能成立呢 有它的道理 但是還是有反駁的地方 為什麼 提出三點 第一個 宗教所訴求的道德標準 遠遠高過法律 法律才是社會的工具 所以每一個社會不同的時代 都有各自的法律 但是宗教可以穿透 穿越各個社會不同的時代 而繼續提出它的教義 這代表宗教並非社會所能夠完全掌握 當然你不能否認 有些比較原始的部落 的確是以宗教來掌握它的社會的凝聚力 第二點呢 宗教所要求的愛是普遍的 它不會只愛某一些人 如果有一種宗教 說我只能愛同族的 或是某一個地區的少數人 這宗教不夠資格成為宗教 它真的變成社會的工具了 這種現象經常會出現 第三個 一個宗教跟社會的基本觀念衝突的話 不但不會使宗教被消滅 反而使宗教得到更大的力量 所以很多宗教的興起 都是在它原生的社會裡面 受到壓制 壓迫 而得到更大的力量 像天主教就是著名的例子 開始的時候受到羅馬帝國壓迫 幾乎是只要教徒就是罪犯 被檢舉的就只有死亡意圖 否則就要改信 放棄信仰 但是信徒照樣誓死如歸 使得宗教的力量越來越大 現在也是一樣 宗教跟社會太合拍 處得太好 反而容易被腐化 相反的 宗教跟社會保持距離 反而經常可以得到一種力量 甚至成為監督社會 改革社會的一種動力 所以宗教作為社會工具之說不能成立 第三種是心理學上的挑戰 這當然更嚴重了 因為社會還算是集體性的組織 人群的一種團體活動 心理是個人內在的世界 這裡面就由弗洛伊德做代表 我們都知道弗洛伊德最大的成就 就是提出潛意識 他的代表作之一是夢的解析 人會做夢 我們上次已經談過了 是因為他有一個潛意識 而潛意識的內容非常複雜 晦暗不明 而他所佔的人類生命的比例又特別大 所以在這個裡面 人類為什麼需要宗教 因為人類從原始的時代抵抗不了自然界 後面文化的發展 個人又受到文化的壓力 所以為了對抗古代的自然界 跟後來的文化的約束 所以怎麼辦 就發明宗教 作為人類心理願望的投射 所以他說 宗教是人類心理上的拐杖 這是他最代表性的話 心理上的拐杖 就是一個人心裡不健全 心裡有問題 他就信仰宗教 好像一個人腳不能走路 就需要拐杖一樣 這是他著名的說法 我們不能否認 很多人確實在宗教裡面獲得安慰 像馬克思也說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我覺得人間很多苦惱 我戳戳鴉片 在這得到書解 你不能否認 宗教是有這樣的作用 比如宗教是回應每一個人內心的需求 所以一個人從小缺乏哪一方面的關愛 他的神就會有哪一方面的功能 他在社會上受到什麼樣的挫折 他的神也特別在這一方面 給他很大的啟發 人都有內在心裡 世界跟外面的互相對照 回應的 但是這樣的說法也有他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宗教固然回應人類心理上的需要 人類會有主觀的想像 主觀的願望 但是並不因為這樣子 就沒有客觀上真實的一種信仰的對象 舉個例子 西方人在近代以來 我們中國在元朝明朝之後 對中國的認識主要透過一本書 叫做《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裡面所寫的中國 幾乎是富庶的不得了 片地黃金 人人都有禮貌 請問《馬可波羅》所描寫的中國 這麼完美的中國存不存在 不存在 但是這樣完美的中國不存在 並不代表真正的中國 沒有那麼完美的中國也不存在 這句話各位就了解了 每個信徒所向往的完美的神 不見得存在 但是並不因為這樣子 就使真正的神也不存在 換句話說真正的神 但是永遠跟每一個個人 內心的願望的投射 不可能完全相同 這以來心理學的挑戰 雖然很深刻 但是也可以適當於回避 這就是前面三種 第四種是語言學方面的批判 以英國的A.J.Auer做代表 語言學的批判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比較簡單 叫做簡定原則 所以宗教語言都沒有意義 那你問它什麼叫意義 人類說話的意義呢 只有兩方面可以得到肯定 一方面是有關日常世界的語言 第二方面是邏輯與數學的語言 只有這兩種 譬如說外面太陽很大 這叫做日常語言 你可以立刻驗證這句話有沒有意義 但是我說你看天空多麼希臘 這很難驗證 這是一句詩 神愛世人 這很難驗證 愛這個字你無法理解 像這就是說明宗教語言沒有意義 而邏輯跟數學的語言當然沒有問題 一加一等於二 這個是有意義的 若P則Q 非Q則非P 這個基本邏輯命題也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一般講到語言 只要這兩種之外 它的意義都成了問題 但是這種說法本身太過於狹隘 因為你這個簡證原則本身也沒有意義 你也無法去簡證 所以後面就修正變成一種否證原則 否證原則比較複雜 它利用科學方面的檢驗一個假設 是否能夠成立的方法來考慮的 在科學上 我們簡單或勉強來說一下 發現一種現象 科學家首先提出這種假設 當你提出這種假設的時候 是為了解釋某一個複雜的現象 但這個假設對不對呢 你必須設定某些條件 說當這些條件出現的時候 這個假設就不對了 所以任何一個假設有效 都必須有某些限制的條件 這些條件尚未出現 所以它暫時有效 這些條件一旦出現 它就不一定有效 就要怎麼樣修正這個假設 到最後呢 反覆修正 而沒有任何新的狀況出現 就變成理論 這是科學家的一個做法 把這用到語言上的話呢 也很有趣 譬如我現在說 神愛世人這句話有沒有意義 你就必須說 神愛世人這句話有意義 因為在某些條件出現的話 它就沒有意義 現在這些條件尚未出現 但是你問一個信徒說 神愛世人有沒有意義 我佛慈悲有沒有意義 他就跟你說 如果某些條件出現的話 這句話就沒有意義 所謂的某些條件 一定包括好人受苦 小孩子出生就不幸夭折 像這樣子 無辜的人受苦 這樣的概念 但是無辜的人受苦呢 受委屈 天天發生 到處發生 那為什麼信徒不受干擾呢 信徒就會說 我們所謂的愛呢 神的愛 跟你一般所了解的愛不一樣 我們說神像父親一樣 有父親會看著孩子會被車撞 而不出手救他的嗎 一個無辜人 他被這個什麼疾病侵襲 慈悲的佛 他不出手去救他嗎 那他就會說 神的愛很神秘 他這樣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那這一來 很多人就變成工具 白白犧牲了 西方哲學界 以萊布尼茲作為樂觀 他說 這個世界是我們想像裡面 最完美的世界 一直到後面里斯本 葡萄牙里斯本發生大地震 死了幾萬人 他才開始修改說 這個世界不是那麼完美 所以你一定要各種現實世界的苦難 悲劇出現之後才說 原來不是那麼完美 那那個神是不是 你所信的那個神呢 這樣才開始出現問題 所以語言學上的這個挑戰 到最後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 宗教圈裡面說的宗教的語言 有它這個範圍之內的 有意義的方式 就跟這個是文學家 他說話有沒有意義 你不能用科學來檢驗 每一種這個領域裡面 像道德上 我說你應該孝順 但天下很多人不孝順 照樣過得好像很快樂的樣子 所以你說很多人 你說人都應該孝順 這句話別人會說 你說就算了 你有什麼證據呢 你憑什麼說應該這兩個字呢 一樣的 所以宗教領域裡面 它可以說 在我們的領域裡面 它是有意義的 意義這兩個字 不能脫離使用的範圍 你如果一定要以日常生活的 以科學的語言作為唯一的意義 這種想法本身就需要再經過檢驗 所以這一來宗教的存在依然故我 而信徒好像也不減反真 因此還不如面對下一個問題 到底宗教需要具備什麼條件呢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 了解什麼叫信仰 如果你問我什麼是宗教 一句話 宗教是信仰的體現 體現就是把它具體實現出來 因此宗教是為了信仰而存在的 如果沒有信仰 宗教只是空殼子 那這一來的話 你就知道 我們所談的宗教 為什麼具有多樣性 我所謂的多樣性 不是很多宗教 而是同一種宗教 就有各種 因為時代 因為地區 因為文化的差別 而有不同的現象 同一種宗教 為什麼 因為它是體現信仰 信仰永遠不變 一本聖經 一本佛經 永遠不變 但是信仰在表現的方式 從建築到各種具體的儀式 有各種差別 所以這邊就要肯定 宗教是信仰的體現 但什麼是信仰呢 一句話 信仰是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 換句話說 信仰是一種關係 一旦建立這種關係的話 人的生命它跟超越界建立的關係之後 它的生命自然的 並且必然的逐漸走向超越的境界 什麼叫超越的境界 就把人的生命分為身心靈三個層次 所有宗教都主要談靈的層次 如果一個宗教跟你說 怎麼保健 怎麼練氣功 怎麼鍛鍊身體 那不是宗教 那只是很多一般的健康俱樂部 如果一種宗教跟你說 怎麼樣鍛鍊心理能力 讓你參加這個什麼卡內基訓練 那也不是宗教 那是一種心理能量 讓你增加情商的水平而已 但是宗教一定要談到 生前死後的問題 談到靈的層次的問題 什麼叫靈的層次 我們下次講到教育與自我的時候 再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這邊只要先說明什麼叫超越界 超越界三個字 本身聽起來就不容易捉摸 那為什麼有這個詞呢 它相對的是內存界 我們學習一個概念的時候 有時候從它本身不容易了解 那你就要從 跟它相對的是什麼 譬如說 英文 Transcendence 叫超越界 跟它相對的是什麼 imminence imminence 就是內存界 我說內存界 你不太懂 我說自然界跟人類 你一聽就懂了 所以人的世界呢 就好像一個 我們所見的一個圓一樣的 我們經常就用一個圓來代表 這叫做自然界 我們的生命呢 具體的生命 永遠不能脫離自然界 自然界很大 人很小 但是自然界跟人都有一個特色 叫做變化 變化代表有生有滅 有開始有結束 所以你就要問 這東西有生有滅 有開始有結束 它從哪裡來 它往哪裡去 那這裡就需要有個東西 這叫做超越界 所以超越界呢 你不能證明 你只能說明 說明什麼 說明如果沒有超越界的話 內存界的一切都不可理解 各位想想看 如果沒有超越界 沒有所謂的 古代中國的上帝或天 也沒有西方宗教的上帝 印度的大飯天 佛教的一真法界或是涅槃 沒有這種宗教所謂的超越界 人類只有自然界 這個具體的時空裡面 生活的條件 那人生除了等死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其他念頭 自古及經到將來 再過一千年一萬年 人類就是等死而已 活下來也不知道為什麼 死了也莫名其妙 但是人作為人呢 它有理性可以思考 所以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我們搞不清楚什麼叫超越界 所以不要相信它 那你就在封閉的自然界裡面 從生到死 所有的一切到最後都是灰飛湮滅 這個地球多少人存在過 根據專家的研究 大約一千億人 這一千億人在哪裡 你看沙灘的沙多美啊 一片白色的沙灘 都是骨灰啊 有什麼美的 我們家也是其中之一啊 想起來也不會太難過啊 這說明什麼 這叫做你根本不去探討 這一切的意義是什麼 我再說一次 什麼叫做意義 意義就是理解的可能性 人生有沒有意義 就等於問人生能不能被理解 如果這個自然界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外面沒有所謂的超越界 那這樣的人生是不能被理解的 它是沒有意義的 這是第一種選擇 一個人如果選擇人生不能被理解 人生沒有意義 他就失去進一步談話的條件 就不用多談 你承認這個你不用再質疑別人說 你們怎麼知道有超越界 你不承認就算了 你幹嘛管別人承認呢 你如果對別人承認這麼有興趣 想要質疑的話 代表你的立場還不夠堅定啊 所以所有的懷疑主義或虛無主義 只能夠閉上嘴巴 以一種悲觀的眼神看這個世界 等待臨終的最後一刻 而另外一批人呢 像我們這樣子的人 就不願意接受前面的情況 他願意對人的理性 有一個基本的交代 就是說我既然可以思考 可以想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我就願意相信某種超越界 就那麼簡單 超越界代表什麼 萬物的來源以及歸宿 這是最基本的人類思考的需求 你不贊成這樣的思考沒關係 那你就沒有發言權 你贊成這樣的思考之後呢 我們再進一步看 那個超越界應該有什麼樣的作用跟功能 應該以什麼樣的象徵來表達比較適合 所以我們都採取後面這樣的一種立場 這不是我們要採取立場 而是你不採取這個立場 你就不用再進一步去思考 你就停在這裡說 這一切都是黑暗的 像有一個人呢 號稱是無神論 就是沒有超越界 這個人我基本上對他還算尊敬 他是第一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叫做吳志輝先生 吳志輝先生就公開說我是無神論者 但他後面就說 我的人生觀只有四個字 漆黑一團 非常忠實 叫做漆黑一團 無神論者怎麼可能跟你談 人生的意義跟價值呢 你從哪裡來談呢 人生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啊 因為你無神論啊 死了就有一片漆黑了 所以吳志輝很誠實 這樣的誠實的科學家很少見 大多數人呢 說無神論 還是鼓勵年輕人好好加油 將來怎麼樣 將來怎麼樣 也不過是出名得利嘛 一個人過了幸福的日子 到最後得到各種富貴病 然後呢 老了就死掉了 又能怎麼樣 死了之後流民千古 旅給誰呢 誰會在乎你是誰呢 一千年一萬年之後 誰能在乎 想在乎也不行了 後來吳志輝先生 稍微講了幾句積極的話 他說我的人生觀只有三件事 吃飯 生孩子 交朋友 一個誠實的學者 就只能這樣說 吃飯生孩子是實色性遠 生物本能 一隻貓一隻狗都一樣 都會吃飯生孩子 交朋友是特色 所以這些有學問的科學家 很多人都廣結善緣 交朋友 三教九流都可以來往 在這裡面得到生活各種趣味 但這個再多也是量的累積啊 它對於你基本的生命的本質毫無幫助 所以我們這邊談到超越界 怎麼去說明超越界呢 三個方法 第一個 人間有三大奧秘 第一個痛苦 第二個罪惡 第三個死亡 這三大奧秘呢 理性不能回答 經驗 找不到根據 什麼是痛苦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 窮困的人很痛苦 有一部電影叫《美麗人生》 二十幾年 三十年前 非常的熱門 得到好幾座大獎 他導演呢 是一個義大利人 他得獎的時候說一句話 我感謝我的父母 他們給我最好的禮物就是窮困 誰說窮人一定痛苦呢 不一定 事實上很多有錢人他反而更痛苦 有錢人自殺的比率特別高 晚上痛苦得不得了 只好去夜店消磨 消磨到最後日復一日 到最後酒精中毒 其他的吸毒啊 問題通通來了 他比我們一般人更痛苦啊 第二個更麻煩的是罪惡 你永遠不能理解人為什麼會犯罪 比這個人跟你一樣啊 為什麼 昔日之芳草 今直為此 消愛也 以前年輕的時候純潔而有懷抱 現在呢 可是變成如此邪惡呢 炒房地產 買這個什麼君宅 能買多少算多少 你很難想像 一個人會有這麼大的一個欲望 到底多少才會滿足呢 How much is enough 罪惡 罪惡是我們所面對的最複雜的東西 好人永遠不知道壞人有多壞 壞人也永遠不知道好人有多好 同一個人好的時候跟天使一樣 純潔光明 樂於助人 所到之處呢 春風 讓別人如暮春風 讓別人如暮春風 同一個人也可以邪惡 變得像魔鬼一樣 順無者生 逆無者亡 往往就在一念之間 那什麼是罪惡呢 誰能說得清楚 第三個最複雜的是死亡 有誰能夠不靠宗教的啟示 而說明什麼是死亡的 他所說的不可能超過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面對死亡就是兩句話 第一個 死亡就像無夢的安眠 死了之後一直睡下去不再做夢 那也是一種幸福 因為我們睡覺常被做夢所苦 那你可以一路不要做夢 死了不是解脫嗎 第二種 死亡之後身體消失 靈魂就解脫了 靈魂才是真正的自我 這樣的靈魂就有自由了 可以選擇歷史上 跟它一樣的類似的靈魂去交往 除了這個你能提出第三種答案嗎 不可能 所以死亡永遠是一個奧秘 這三大奧秘痛苦罪惡死亡 使人的理性產生困擾 除非有超越界 否則都不能得到圓滿的解釋 第二個 萬物的存在需要充足理由 充足理由是一個專門的術語 說明如果沒有充分的條件 因為因緣一樣東西不可能存在 牆壁上偶爾長出一棵小草 它不是畫的 它是真的一棵小草 代表一定有種子在裡面 我們抬到周圍的牆壁 我常常看到有小草出現 代表以前的土弄上去的時候 裡面有種子 這說明什麼 充足理由 宇宙的存在如果有開始有結束 它當然需要充足理由 它如果是莫名其妙的開始 那一定也莫名其妙的結束 那是一種可能性 我們不要否認 但是呢 既然有人類這種會思考的動物 出現了之後呢 它就要問 那這個充足理由何在 一定有一個力量 是永遠的力量 它使萬物存在 也將接納萬物的結束 這叫做充足理由 第三個是以個人來說 每一個人生命都有一個終極關懷 同時也有絕對的依賴 什麼叫絕對的依賴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靠相對的依賴 譬如說 家裡父母有錢 相對的依賴 有很多好朋友 相對的依賴 在家千日好 說明一時難 在家裡面 這都是相對的依賴 但是最後你不要忘記 你終究要面對自己孤零零一個人 我以前有個前輩 他活到九十歲 我們在他晚年的時候去看他 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拿一張照片 看到沒有 四十幾個同學 現在只剩我一個 這是你終究要面對的 這說明什麼 人都會有絕對的依賴的感受 這種感受出現的時候 誰能給你回應呢 超越界 所以宗教的存在 超越界的存在 我們前面從三點來加以說明 這不是證明 沒有人那麼狂妄 到現在為止 我也沒有見過 有人可以說 我證明上帝存在 我告訴你 你所謂的證明 在別人聽起來都是一種說明 所以呢 像天主教 能夠得到這麼多的信徒的支持 也是基督宗教三大系統裡面 最古老的到現在信徒 多達十二個億的這個天主教 開始的時候呢 他們的偉大的宗教的前輩 主要說兩句話 我先把原文寫出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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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 Credo quia absurdum est 意思就是說 Credo是我相信 拉丁文比其他語言要簡略多了 動詞裡面就知道主詞是什麼 你聽到Credo就知道是我相信 而不是別人相信 quia是因為 absurdum est 因為荒謬 因為荒謬所以我相信 千萬不要以為所謂的信仰一定是合理的 合理兩個字只能代表知識 你有某種知識 某種認識 那是合理的 合理的你才能夠認識 合乎邏輯啊 但是就是因為荒謬所以我相信 什麼荒謬呢 耶穌是人也是神 是神的兒子 這個理性不能理解 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是童真懷孕的 這個人類不能理解 耶穌死了之後又復活了 這個嚇人一跳 更不能理解 那為什麼信呢 因為荒謬所以我信 如果是合理的話 何必信呢 知道就好了嘛 所以有些人就把佛學把它當作哲學 是因為他認為佛學之後都很合理 是嗎 你講六道輪回 怎麼可能合理呢 人跟其他生物怎麼去輪呢 這也是一種荒謬 所以用荒謬所有我相信 但是第二句更重要的 Credo 我相信 不只是為了理解 我相信是為了理解 換句話說 如果我不相信 我不可能了解 一旦相信了之後呢 就發現很容易了解 這兩句話 一前一後 就把中世紀開始的時候呢 天主教在宣傳的時候 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難 都能夠迎刃而解 你可以不信 但是你不信的話 你永遠不能解釋 人生中的痛苦最後死亡這些 看起來也是荒謬的東西 那你如果信的話 這個宗教講的東西 違背理性叫做荒謬 但因為荒謬 所以我才要信呢 人本來就有信仰的機制 mechanism 譬如說你對一個朋友 你同時認識兩個朋友 你為什麼相信假 而對於不太相信呢 沒得解釋 很多時候就是一種直觀直覺 我以前有一個出版界 或是編輯界很好的朋友 跟他成為好朋友 完全是誤會 因為他的名字 跟我大約是在一個同學的名字 差一個字 我以為是他 結果聯絡我的時候 我就表示了 像對老同學一樣主動的善意 他那邊聽到我的電話之後 也覺得 哎呀 怎麼把我當老朋友 我們很快就變成好朋友了 這是美麗的誤會 後來真的是這樣子啊 名字就差一個字 結果呢 他不知道我誤會了 他心裡想 哎呀 怎麼副教授 這麼友善啊 好像一見如故啊 這個 我後來才發現弄錯了 我也不能跟他講 我把你當成我一個同學 那後面就二十年 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另外一個人 可能跟你更投緣 但是就沒有這樣的機會 要經過各種患難 才能說患難之交 所以這些事情都很難理解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了解 或是相信信賴 很多都是無法用理性說明的 所以因為荒謬 所以我相信 那我相信了之後是為了什麼 不是光盲目的相信喔 是為了理解 我相信了之後 你跟我講三位一體 神是三個位 父子跟靈 他是一個體 一個神 不是三個神 哎 我了解了 你說我真的了解嗎 你把概念說清楚 沒有時候把我不了解了嘛 所以這樣這個就說明什麼 說明宗教的一個 對超越界產生的作用 所以我們要強調什麼 宗教是信仰的體現 信仰是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 關係是重點 所以為什麼很多信徒是假信徒呢 他完全忽略這種關係 他是把宗教當作俱樂部 定期了到廟裡面去 到教堂裡面去聚會 所以同一群人看到之後覺得很開心 因為彼此在人的感情上也熟悉了嘛 大家之間好像有一種聯繫 然後呢 內聚力很強 對外呢 就容易排斥 那些在黑暗中的 還沒有得到救贖的 可憐的亡羊 失去了羊 那個異教徒如何如何 宗教不就表現這一方面很明顯嗎 這當然是宗教的一種偏差的表現 宗教裡面呢 這種團體信徒的聚會 基本上是次要的 耶穌也說得很清楚啊 將來人們崇拜神不在耶路撒冷 而耶路撒冷現在變成三大宗教必爭之地 這並非耶穌的教訓 人們崇拜神在祂的心 在祂的靈 所以耶穌這個人確實是偉大的宗教家 釋迦牟尼也一樣啊 排除一些偶像 把印度教傳統的教條 三大綱裡整個放在一邊 不要有任何迷信的東西 但是這兩大宗教的後代的信徒的發展 能夠跟他們原先所傳的教義一樣嗎 未必 因為他們都是平凡人 平凡人就喜歡黨同發異四個字 特別開心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愛 你泛愛 你慈悲 對 每個人都一樣 你自己也變得無依無靠 所以你要有這樣的能量去愛人 你必須接上能源 而你自己如果不是跟能源經常接觸 你會覺得力量不夠的 你只能愛少數人 你怎麼能愛每一個人呢 誰有這麼大的能量呢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談到宗教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它是信仰的體現 信仰是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 超越界沒有名稱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社會 不同的宗教 給它一個名稱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宗教裡面所有對超越界的描述 都有三個特色 這三個特色不掌握的話 只會引起宗教裡面不必要的糾紛 第一個 關係性 你說祂是神 最主要是祂跟你有關係 一個人不信神 他口中說出來神這個字 毫無意義 它只是個概念而已 概念需要定義 而一個信徒提到神的時候呢 或是佛的時候呢 他跟那個神或佛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個功能性 你不論如果描寫神或佛 這代表超越界的一個名稱 都只能就祂的功能來說 而不能說祂的本體是什麼 這種超越界的本體 絕非語言所能描述 我們學過老子 就知道為什麼西方第一流學者 念到老子的翻譯本 都覺得崇拜得不得了 因為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 六個字就打遍天下無敵手 所有懂宗教人一聽到這六個字 就覺得哎呀 身或佛心 第三個象徵性 所有對神的描述 像中國古代對上帝的描述 都是象徵語言 象徵就是符號 就是它不是實際的意思 它是藉著這個讓你去想到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說神是我的牧者 我是羊嗎 不是 但是你聽得懂 神是我的愛人 我跟他怎麼相愛呢 但是你聽得懂 這叫做象徵的語言 所以關係性 功能性 象徵性 三個詞要放在腦中 否則你談宗教 難免怎麼樣 望之尊大 走我入魔 排除異己 以及各種不必要的困擾通通出現了 變成宗教本來是希望人類 能夠往上提升到靈的層次 結果反而落實到最可怕的 物質上競爭的層次 甚至墮落到一種難以想像的可怕的地步 在宗教的歷史上 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我們接著談宗教的條件 說到現在我們對於宗教需要具有什麼條件 還沒說明 很多人常問一個問題 說外國人常說 我們中國人自己也說 中國有儒式道三教 儒式道三教的這個說法能成立嗎 是是佛教 這沒有問題 它是世界性的宗教 道呢 是包含道家跟道教 這個在中國從魏晉以後呢 就很難再分開了 所以道教是個宗教 但儒家是宗教嗎 很多人說 它也有宗教的某種形式 事實上儒家作為宗教 在這個世界上 正式登記並成立的只有曾經 在印尼有過 我在1997到98 在荷蘭的萊登大學教書 荷蘭以前統治過台灣 也統治過印尼 所以很多印尼人就移民到荷蘭去 就跟很多香港人比較習慣英國了 移民到英國一樣 來聽課的同學 有一位就是印尼華僑 移民到荷蘭去的 他要跟我講這一段 他說印尼有很多華人 他們很難接受當地的宗教 不管是伊斯蘭教還是印度教 還是其他民間的信仰 他還是習慣儒家這種傳統的觀念 所以他們就跟當時一位總統叫做蘇卡諾 因為印尼的華人都是上層社會 財富很夠的 就設法讓總統也能宣布 說讓儒家成為宗教 經過各種努力 有一個條件 是宗教不能只有單一民族的人去參加 所以他們就花錢聘了很多印尼人 也來參加拍照為政 然後再申請 居然通過了 成為印尼正式的第八個宗教 但這個總統下台之後呢 好像又被取消了 他跟我講這一段 還有一些資料 可惜我也沒有太大的時間跟興趣 我就問他這個宗教怎麼運作呢 他說禮拜天的時候呢 那些華人就聚在一起 找一個有學問的人呢 上台 就念論譽 把論譽當聖經一樣的 只要學二世襲師 不亦約夫 大家就跟著念一遍 心裡面充滿一種神聖的感受 好像孔子變成超越界的化身 念了之後 感覺到生命往上提升 當然 學儒家 我一向認為 儒家具有宗教的勤操 什麼叫宗教的勤操 就是你學了儒家之後 就能夠了解人要真誠 真誠之後就會發現 內在有一種力量 要求自己去行善 善就是我跟別人之間 適當關係的實現 所以這種自我要求行善的力量 發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越來越超越自己個人 狹隘的欲望 狹隘的視野 慢慢開拓 關心每一個人 也是所以孔子的志向呢 是那十二個字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這十二個字 你如果不懂得什麼叫超越 你不可能理解 哪裡有人一輩子奮鬥的目標 是要讓老年人 注意喔 不是我家的老人喔 是所有老年人都得到安養 所有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賴 所有青少年小孩子都得到照顧 哪裡有人會有這樣的志向呢 為什麼 超越 超越之後就變成是 耶穌說愛你的近人 所有需要幫助在你身邊出現的人 就是你的近人 你如果不愛那看得見的弟兄 怎麼能說你愛那看不見的神呢 佛教徒說 慈悲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也是普遍的對每一個人都要關懷 這跟孔子的志向有什麼差別 你告訴我 孔子說的反而更弱實 專門針對弱勢 老人 小孩 而發展自己的一種超越之後的無限的愛心 所以儒家是不是宗教 那就要看有沒有具備底下的條件 第一 教義 宗教必有教義 教義所說的呢 就是直接宣布真理 不跟你商量的 信就信 不信就不信 一道門檻 沒有在門檻中間晃來晃去的 一道門檻 信跟不信 兩個世界 教義是什麼 教義所說的呢 是你經驗不能掌握 理性不能理解的部分 包括生前死後 尤其是面對死亡 一定有明確的說明 譬如說你信天主教基督教 一說事業怎麼來的 上帝造的 你怎麼證明 你信就好了 你問佛教徒事業怎麼來的 緣起 因為因緣合成的 那到底有沒有真正的世界呢 沒有 地水火風 四大皆空 你看到這個世界 只是它各種條件配合 讓你看到這個樣子的世界 事實上這個世界呢 有無數的三千大千世界 這個都沒有好商量的 你不能說我要討論 討論的話你去念哲學系 你不要來這邊 宗教裡面不跟你討論 信就對了 第一個教義 直接宣布真理 而這個真理呢 是人的理性 永遠不能夠清楚說明的 第二個更重要的是什麼 儀式 宗教必有儀式 什麼叫儀式呢 任何儀式的背後 一定有一套神話 這兩個字不能分開 分開的話就不可能 就沒有意義了 儀式是神話 神話是說的 儀式是做的 背後說一個故事 我們講過希臘神話 神話是什麼 神話是當人的理性 還不能夠充分理解 各種複雜現象的時候呢 就設法用神的故事來說明 說明最主要有三點 說明自然界各種力量怎麼來的 說明人的社會分工合作的狀況 到底憑什麼 第三個 說明人的慾望 為什麼這麼複雜這麼強烈 所以神話的存在 是為了讓人透過它 來了解我們的理性 所不能夠掌握的部分 那這樣的神話呢 落實在具體的個案裡面呢 就變成一連串的故事 這些故事有一個目的 讓你回到原形 回到原形就是 回到原來的形態 以便超越歷史上 一去不復返的這種 深深滅滅的危機 歷史上沒有真理可言 因為歷史是一去不再回來 你學會過去的 你用在今天 時空條件 各種因素都不一樣 不一定有效 所以每一個人在歷史上 都不可能從歷史 得到什麼真正的啟發 所以歷史是不可靠的 並且也沒有所謂的歷史存在 因為沒有人可以像神一樣 把歷史整個從一個觀點 全部看完畢 沒有 一百個人學歷史 就有一百個版本 神話不一樣 神話見過的原形千古如一 永不改變 最近這幾天 已經到十二月中了 到處都聽到聖誕歌曲 聖誕歌曲就是標準的 宗教裡面的一種儀式 什麼叫儀式 人有身體 所以需要儀式 儀式都是表現出來 讓你聽 讓你看 讓你觸摸的 讓你引發你的內在信心的 所以任何儀式背後都有神話 像耶穌誕生這個神話 從理性上可以把它說成神話 那儀式裡面就演出聖誕節的這一切 讓你回到原點 知道說神怎麼樣愛護世人 來拯救人類 所以宗教裡面的儀式 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像天主教 有七件聖誓 從出生要受洗 到後面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半告解這個儀式 禮拜天到了教堂 第一件事排隊半告解 就看到一個一個排隊 神父住在裡面 進去之後下來 就馬上說我犯了什麼罪 神父說好 你既然說了罪就涉了 回去唸什麼經作為補俗 那個太容易了 你不管犯了什麼罪 勇敢的說出來 神就原諒你 所以很多信徒就利用這一點 一犯再犯 犯了再犯 反正神的愛是無限的 完全是錯過了告解的重點 真正的告解意義在於懺悔 你做了一件不該做的事 違反了戒律 你懺悔 表示你永遠不再做 人是軟弱的偶爾會再做 但是這個一來一去 到最後變成不可收拾 所以有一位中國的哲學家 摩中山先生寫一篇文章 專門諷刺天主教徒 他說巴黎有一個 Notre-Dame聖母大教堂 後面不遠的山上 就是Moulin Rouge 紅魔坊 紅魔坊是什麼地方大家知道 紀律院 有些人就兩個地方跑來跑去 辦完告解之後發現自己這麼純潔 不太像自己 就到紅魔坊犯罪 犯了罪之後趕快跑來辦告解 我又犯罪了 人生就在這兩個點跑來跑去 看你什麼時候死掉 你如果辦完告解也死掉了 恭喜你神殿堂 紅魔坊出來被車撞死了 還沒到教堂辦告解 很倒楣下地獄 這算什麼宗教 看到沒有 這種有名的哲學家 他就會拿這個來嘲諷 他完全不注意到真正的懺悔 那是從你要從奧古斯丁的懺悔路開始看起 看到盧梭的懺悔路 你就知道什麼叫真正的懺悔 人生不能重來 你明知錯了你還做 因為人是軟弱的 很多人的懺悔就是犯一次之後 終生不再犯 學誰呢 學我們的顏緣 孔子說 顏緣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負行 所以顏緣是比所有信徒都更好的信徒 我有錯一定知道 知道之後不再重犯 他也說 不是他也說 他也這麼做 所以孔子提到他的時候 就說六個字 不遷怒 後面呢 不二過 不二過三個字 是所有信徒都應該列為座右鳴的 有誰能不二過呢 顏緣 很多作為信徒的人不二過 他作為信徒就是再三犯錯 心理想 反正最後有一個懺悔的機會 佛教也有很多懺悔的機會 各種儀式 都讓你到時候一個腫脹通通清掉了 過於犯了錯 如果通通寫下來一把火通通燒光 道教也有 守過 你只要承認自己的過世 都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多少人的弱點 就是利用宗教的這種寬容 以至於自己不但不能提升超越 反而當作一個懦弱的藉口 這是最可惜的事 所以儀式的宗教由此可見 有些許可見 包括我們現在聽到的聖誕音樂 包括我們現在聽到的聖誕音樂 這些曲子聽起來很熟悉很好聽 都是民家所做 不是一般人做得出來的 這幾年佛教也激起直追 開始有一些比較悅耳的音樂 以前的佛教音樂都是很單調的 有一時候我坐計程車 一上車之後呢 就聽到裡面開始放 南無阿彌陀佛 就開始放 所以問我說去哪裡 我想了好久想不起來自己要去哪裡 聽到這種宗教音樂 就不再考慮現實的世界 我說你先開 你先開 大概過了一兩分鐘才想起來我要去哪裡 就是知道宗教感化人心的力量有多大 第三個叫做戒律 宗教必有戒律 宗教的戒律呢 絕不是法律那種死因的條文 一有法律 你有幾條法律 就有幾條漏洞 我們為什麼對於很多人才覺得傷心呢 在文科裡面最好的就是念法律系的 念法律系念完之後 就專門會找法律漏洞 我沒有犯法 我曾經在1986年 到比利時魯文大學 魯文大學 當任講座 在那邊至少學到一點 就是法律系的學生 如果在校內校外 違反任何規定 只有一個懲罰 就是開除 當時我聽得很震撼 我說為什麼對法律系的學生特別嚴 因為法律系的學法律 他們如果是學生的時候就會違規的話 就會怎麼樣的話 將來還得了 也沒有人說不公平 我先寫了嘛 你要念就要遵守這個規定 你犯了就照規定處置 我就問他哲學系呢 他說哲學系沒關係 反正畢業也大部分失業 就對社會的危害很有限 那這個是我在1986年聽到的終生祭德 一個社會的公平啊 絕不能夠說每個人都一視同仁 這反而不公平 人的知識也應該列入考慮 你知識越高的要介於更高的標準 很多人對於印度人啊 都知道說他有種性制度分四個階級 這些當然不太理想 對人權完全忽略了 以一種傳統的宗教作為社會結構的一個基礎 這當然是我們很難欣賞的 那有一點必須考慮 一個婆羅門階級的無視階級的上層社會的人 如果開車違規 跟一個守陀螺奴隸階級的人開車違規 懲罰完全不同 對前者懲罰極重 為什麼 你受過最好的教育你居然違規 對後者呢懲罰很輕 反正你是奴隸嘛 反正你沒什麼教育啊 你違規是吧 下次不要犯就好了 這聽起來也讓人感動 但是我們對於前者對於後者 都無法去學習 只知道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這個概念是一種概念 永遠不可能落實的 哪一點平等 一人一票平等嗎 當然平等啊 我是完全支持每個人的人權的 但是平等嗎 我不知道 你從選出來的總統是誰 就知道平不平等 選出來之後 對老百姓是有沒有好處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呢 必須要選 所以民主政治呢 我印象比較深的 是以前有一位校長 他曾經當過中原大學校長 當校長期間碰到選舉 記者問他說 請問 阮校長 認為我們今年選舉要選什麼樣的人 他說要選擇壞人 記者們嚇一跳 哪裡有大學校長叫我們選壞人的 為什麼 校長就說他 因為出來競選的只有三種人 the bad the worst the worst 你選哪一種 有壞人有更壞的有最壞的 你選哪一種 當然選壞人了 這句話可以作為民主政治的注腳 並且很有一些道理 也有很深的警惕 所以宗教的戒律不是法律 也不只是道德 道德有一個特色 還記得我說過齊克國嗎 道德是說話算話 做事負責 言跟行 通常就是道德最簡單的指標 由內而發 所以道德有一個特色 必須由內而發 而不像法律只看外在的行為 但是這種由內而發去行善 的有道德的人 通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自以為義 有人不是被稱為聖人嗎 他本身可能不犯錯 但是說話的時候 他不會考慮現實人生的苦難 別人的人性弱點 他不太考慮 到最後就變成像酷吏一樣 你不了解人是脆弱的嗎 這世界上有幾個人像你一樣 那麼完美了 你不能以自己的標準要求別人 基本上儒家都不懂嗎 孔子說 公至厚而博責於人 則遠願矣 對自己要求高 對別人要求低 這樣就可以減少人間的怨恨 千萬不要拿自己的標準 再要求別人 別人跟你也不一樣 古之學者為己 金之學者為人 也可以從這邊理解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你要求的是自己 這是基本的做人道理 所以如果說你那個道德 一旦有了之後很容易致滿 形成一種驕傲 我認為我比別人好 我這一生都不敢想這個問題 我看到別人犯錯 我就想如果我是他 可能犯更大的錯誤 我如果有機會買君宅 恐怕買25戶 他只買17戶 我還比他多50% 我如果有機會 有這個內線消息 買土地 我一定多買一倍 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做得比他還差 如果他是我 他可能做得比我更好 來回一想之後 你還可能驕傲嗎 所以道德最大的敵人就是什麼 自以為是 自以為了不起 認為自己勝過別人 禮義廉恥 宗教仍愛心與和平 都做得比較好 道德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嘛 哪裡可以拿來互相比較的呢 並且道德只是你還沒有受到考驗而已嘛 你受到考驗的時候才知道你是多麼樣的脆弱 多麼樣的不堪啊 所以道德就是一句話 不要只看到別人眼中的小草 偶忘記自己眼中有一顆大梁 這話當然是很誇張的 一心就知道宗教語言 很好的教訓 自我反省都來不及 哪裡有空去管別人的是非呢 別人的是非是你能判斷的嗎 所以宗教的戒律呢 比這個還高一層 就是四個字 起心動念 所有宗教 所有講的都是動機 因為動機如果是善的 你才可能有善的行為 善的行為出現呢 那是後果 動機如果不善 後面可怕的事情就慢慢出現了 所以宗教是從根本開始 儒家思想為什麼讓人尊重 大學裡面講格物知知之後呢 誠意振興 這四個字就是起心動念 誠意振興 但是呢被宋朝學者講 講得變成教條了 這是最大的遺憾 朱熹跟王陽明對大學的解釋 兩個人分到揚鑣 各取他的偏執 都沒有講對 誠意振興只是很客觀的嘛 就我格物知知所知道 什麼叫做正確的行為規範 格物就是分辨 與我有關的人與事 知知就是知道 我跟別人相處的正確的規範 就這麼簡單 不像朱熹說的 格物是研究萬物之理 好大的口氣啊 萬物兩個字 你能說嗎 你憑什麼說萬物之理啊 所以王陽明在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 格一個竹子就格到生病了 他就知道朱熹的路不通的 格一個竹子都生病了 叫我格萬物 我有幾條命 大學的八條目 格物是第一個 按照朱熹的做法 一個人進大學 永遠不可能畢業 你格萬物之理 慢慢格 不要說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 所以朱熹的解釋 沒有什麼好商量的 完全是不對的 如果還有人認為朱熹對的話 格物是格萬物之理 那我就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了 第二個王陽明呢 王陽明就把朱熹的路完全走到另一個方向 格物就是正心 我把心搞定了 萬物之理的善惡都在我心裡面 那何必念書呢 何必念大學呢 我只要三個字嘛 治良知嘛 什麼叫治良知 就是我真誠到極點 完全憑良心去想什麼對什麼錯 我就可以做萬物的標準了 我的善惡就完全我自己可以來決定了 那麼容易啊 兩個人都治良知 但是惡意的事情想法不一樣 那誰對呢 誰拳頭大誰就對 所以到最後就是赤裸裸的暴力 這個王陽明學說很自然的結論啊 你還有什麼會有第二個結論呢 否則兩個都治良知 對同一件事判斷善惡不一樣 誰對誰錯 我治良知啊 你也治良知啊 那我們誰來判斷誰的治良知比較治呢 完全是主觀了唯心的一種說法 很可惜 所有中國人只要學大學 格物知識誠意真心 不歸於諸則歸於王 沒有第三條路 兩個都錯了 因為格物知識很簡單 格物就是分辨 我跟外在的人跟物的各種關係 知識就是要知道 我跟這些人跟物相處的正當的規範是什麼 然後你才能夠誠意 什麼叫誠意 意念出現的時候呢 立刻去核實 跟我知道善惡對照起來 我到底是對不對 所以大學裡面就用一種 非常直接的話來說 非常感性的話來說 如好好色如物惡秀 好像聞到好 好像看到美的顏色 或看到美女直接一點 或者聞到臭的味道 直接 直接 絕對沒有自欺欺人的空間 直接 這叫做誠意 所以大學裡面講誠意 講得非常簡單嘛 我知道什麼叫善惡之後呢 我就一有一年出現 就直接對照 錯就錯 對就對 講誠意的時候有三句話 第一個無自欺 不要自欺 你騙不騙自己沒有人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第二個叫做自欺 對自己滿意 這也是別人不知道的 我知道什麼叫善惡 我一有意念就核實一下 發現自己善就好 錯 惡就是不對的 這個不能夠欺騙自己 我這樣做到之後呢 對自己就滿意了 知道說我是照著對的來做 第三個就是聖毒 有個人在房間裡面 沒有人看到我 或者我到別的地方去 沒有人認識我 我照樣照著所知道善惡來做 這叫做誠意 正心的心代表一個完整的思想 你任何思想出現呢 說我要去做這件事 做哪一件事 這個意念 正心的時候你看內容 講的是不要受情緒干擾 不要先入為主的成見 譬如說我喜歡這個朋友 他做任何事 我都幫他去解釋 我討厭這個敵人 他做任何事 我都把他往壞的方面去想 這叫做不正心 後面才能講修身 其家 發展下去 這麼簡單的道理 被他們這些 宋朝明朝的哲學家講混了 這最可惜的 所以中國人的儒家 為什麼有宗教勤操 就因為他在戒律上面 也有後面的大學的思想作為基礎 好了 這是宗教的戒律 起心動念 這當然是非常嚴格的 所以在西方背景出現了弗洛伊德 注意弗洛伊德是猶太人 他生活在一個基督徒的世界 所以就屬於這個系統的發展 他講一句話 是從深度心理學說出來的 很有代表性的一句話 直接說穿了這個宗教的一個秘密 弗洛伊德說 很多人因為罪惡感而犯罪 這句話聽起來像是矛盾的 因為你先犯罪才會有罪惡感 你怎麼會先有罪惡感才去犯罪呢 所以弗洛伊德這樣說 其實根據什麼 聖經上耶穌一句話 耶穌說 他是以男性做中心的立場來說話的 凡是注視婦女 心裡面有各種複雜念頭的 他就在心裡犯了奸淫之罪 注意喔 只是注視婦女 看一張畫報 沒穿什麼衣服 心裡有什麼歪念頭的 就犯罪了 那這個罪呢 跟你實際上去犯那個罪是一樣的罪 西方人這個從小聽到之後呢 最後就發現 這個想是犯罪 做也是犯罪 那不如做了算了 因為罪惡感而犯罪 多麼深刻 講宗教講人的弱點 沒有比這句話更深刻的 多少時候我們聽到父母老師教訓我們說 不能做這個事 我們心裡有這個念頭把它壓下來 但是因為常有這個念頭 就覺得說 好像我已經做了這個事一樣 到最後就把它落實了 這不是類似的情況嗎 所以宗教的重要就在這裡 它的戒律起心動念開始下手 它是最根本的辦法 往往你到事情發生之後再來補救 那都是亡羊補牢 一個人小偷送到監獄去 出來之後等於念的研究所變成大刀 技術越來越高 所以宗教對人類來說是不能或缺的 第四個 宗教團體 宗教團體一定需要嚴格的訓練 我比較熟悉的 像天主教 西方人你注意看 很多當神父的人 都是三十歲當神父 為什麼 大學可以念你喜歡的本科 數學系 物理系 考古系都可以 大學念完畢 二十三歲 再念四年哲學 再念三年神學 才能當神父 所以一般神父正常情況 都是三十歲當神父 那時候像孔子說的三十二例 生命也成熟了 為什麼需要那麼長的時間 因為你要懂得宗教的教義 你要負責介紹 宣傳 你要進行宗教的儀式 各種複雜的細節 你要執行宗教的戒律 所以這次傳教團體需要具備的修煉 這個修煉如果不嚴格 那宗教就很容易瓦解掉 像天主教 一個神父聽別人告解 鎮上發生了殺人案 殺人兇手 跑去找神父說 神父我殺人了 神父能不能馬上打電話110報案 我知道誰殺人了 神父到死都不能講 警察問他 法官問他 神父都說不能說 這是我宣誓的時候一定要保密的 任何人在告解廳跟我說的話 不管多麼可怕的話 我絕不能說 說出來 查證屬實 這個神父立刻開除他的神父資格 甚至開除他的宗教的教級 就這麼簡單 所以神父多難啊 宗教人士多難啊 所以每當看到宗教人士犯錯 我心裡面都會很深的同情 因為他們所承擔的不是人的工作啊 我面對這麼多信徒 裡面也有中央院院士 也有大學院教授 說他有名的富商巨股都有啊 禮拜天半告也才知道這些人 多麼邪惡啊 在背後都做了多少 隔壁道兆的事情 我不能講 出來的時候還要跟他們寒暄 哎呀 這個是有名的學者什麼的 我心裡面知道 每一個人犯的罪惡的細節啊 太可怕了 然後你對人生什麼看法 所以你宗教的修行不夠的話 你很容易自己內在就分裂瘋狂了 誰能忍受這樣的情況呢 我知道每一個人的邪惡 我還把他當作社會上 給他的一種適當的身份 跟地位來加以尊重 太難了 這叫真是強人所難 所以你不是普通人 所以所有宗教的出家人 都知道我們至上最深的敬意 但是這些出家人 如果本身不能夠維持好他的身份 跟他應該遵守的戒律 那就非常不堪 所以能做的就做 不能做的不要勉強 所以宗教的這裡面的修行的團體啊 要求是多麼高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但是宗教裡面如果有些人 對戒律不太注意 還背著宗教的這個外衣 那就比一般人更為可恥 所以天主教過去幾年發生了多少事 就在紐約 就為了以前幾個神父 年輕的時候呢 對更年輕的孩子 有性侵害的問題 使這些孩子是50年之後呢 心裡一直有創傷 揭發出來之後 天主教賠了幾十億美金啊 就賠 錯了就錯了 而犯罪的是誰 都是一些年老的 或是快過世的神父啊 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是沒辦法 承受不了這種欲望的衝動 可是天主教還算不錯的 承認錯賠償 也給年輕的教師一些什麼 這個是教訓 其他宗教的沒有嗎 我們不知道 所以最後一個叫做學理 也就是用理性的方式來說明 像神學佛學 加一個學就代表什麼 他是把宗教轉成理性 能夠讓你用合理的方式 logos來加以表述 所以很多人常問我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 他說你講國學 為什麼只講儒家道家 不講佛學呢 這問題很簡單 佛學 因為有佛教才有佛學 這個沒有問題 佛學是為了解釋佛教的教義而存在的 那請問佛教是中國人的宗教嗎 佛教是普世宗教 由印度斯加蒙林所創 傳遍全世界的 不是哪個國家可以說這是我的國學 這個基本上不符合國學這兩個字定義 西方我還沒聽說哪個國家 把天主教或基督教當作它的國學 本來義大利規定天主教是國教 注意喔國教 但是呢在前任人教中也取消了 為什麼 他說義大利把天主教當國教 結果義大利人犯罪人也沒有少啊 犯罪案件也沒有少啊 當國教有什麼用 何必要這個招牌呢 就是取消 你是義大利人以前都生下來就要信天主教 現在自由你要信什麼教你自己信 不能用政治來干預 事實上耶穌說得很清楚嘛 凱撒的歸凱撒 人間的歸人間嘛 神的就歸神的 你不要混淆嘛 混淆的話只有雙方面受害 所以佛學是不是國學呢 你只能說佛學傳入中國之後 中國化了 變成中國的大聖佛學 後面有些發展出來幾個重要的宗派 三論天台為事一直到華言 其實都是明顯的以佛教的經作為基礎 再加上中國學者的論 經是思想牟尼說的 論是後面的學者發揮的 那你發揮的經 你基本上還並非中國本土的思想 只有到禪宗的時候呢 才慢慢的比較明顯的 所以中國佛教本身只有一本書當作經 就是六祖談經 那就是禪宗 所以禪宗裡面有儒家道家的各種相關的材料 才能說你講國學是吧 六祖談經可以參考 其他的你都去唸的話 你一輩子也唸不完 因為他原文是什麼 巴黎文呢 是印度的梵文呢 你怎麼唸 哪裡有國學弄到最後是別人的語言 別人的傳統 別人的聖賢 你不用把宗教跟這個學術混淆 沒有必要 國學就是儒家道家 成系統的 沒有第三個 你再往上推圓 那是《易經》、《詩經》、《書經》 是傳統的經典 那當然是國學的根源 但是它不成系統 不成系統的話 作為國學的學這個字 就有它的問題 所以儒家道家是由孔子跟老子開始創立的 構成一個系統 有完整的系統 所以讓中國人學起來知道說 這個回歸到我自己祖先的傳統 這叫做國學 所以我從來不把 或者不敢把佛學當作國學 原因之一是我自己沒有深入研究 不能多談 原因之二是你實在沒有必要 把別人宗教裡面的隱身發揮的佛學 當作你的國學來說 這個完全沒有根據 絕對不能成立 這是我可以公開說的 雖然很多人不滿意 尤其很多佛教界的 或是研究佛學的人覺得說 這個話我們不能接受 那不能接受的話 把它當國學的話 那你沒信佛教人也要念佛學嗎 那從何說起呢 從何說起 我身為中國人 那誰規定 我一定要去念緣起信空 誰規定 六道輪回 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 那接著我們就要看一下 宗教有高級跟低級 這個分法呢 是來自於誰呢 湯恩比 英國歷史學家 湯恩比 他認為 宗教可分高級與低級 所謂的高級宗教 有三年肯定 第一個 肯定 人性不完美 人生有缺憾 所以才需要什麼 宗教 注意喔 我講的是高級宗教喔 第一個 人性不完美 人生有缺憾 所以同學們現在才發現 為什麼我長期以來 斤斤計較 人性本善 絕非恐夢的思想 原因之一就是這個 如果有一種思想 認為人性本善 它就偏向於低級宗教 因為你完全忽略現實嘛 人有自由 可以做對的事 也可以做錯的事 你說人性本善 這個我怎麼接受呢 你告訴我 我怎麼接受 怎麼理解呢 我照你說的話去理解 你立刻就是說 我所謂的本善 不是你想的意思 那你怎麼知道 我會想這個意思呢 所以人生下來 本來就是善的 那你又不讓我這樣去想 那你為什麼用本善這兩個字呢 孔子孟子誰用過本善 沒有 先前儒家誰用過本善 沒有 那是宋朝學者才用的字 那既然如此的話 宋朝比孔夢晚了一千多年 為什麼要強迫我們來接受 說他是儒家孔夢的思想呢 有什麼理由 沒有人有這個權利啊 可以委屈我們去接受那種 後代的解釋 那種解釋牽涉到不同的人性論 把人性分兩半 一半叫做天理 一半叫人欲 那這兩半都是人啊 你不能說只有天理算人 人欲不算人 那沒有人欲人類怎麼一代代發展下來 父母怎麼生我們 父母生我們是天理嗎 我不知道 這種想法完全經不起簡證的 所以第一種 所有高級宗教都認為人性不完美 人生有各種缺憾 所以你才要透過信仰 讓自己可以提升超越 讓人生成為一個修煉的過程 逐漸走向完美 第二種 所有高級的宗教都是反抗罪惡的 絕不跟罪惡妥協 所以在社會上有宗教的話 通常都是對罪惡宣戰的 絕不妥協 比如說如果一個政權很邪惡 宗教就會起來反對 一個政策有問題 宗教就會起來反對 所以宗教對於社會的罪惡 絕不容忍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宗教對於痛苦的態度 宗教對於痛苦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什麼 逆來順受 認為我的苦啊 是我前身造的業 所以我在痛苦裡面 不斷地化解我的業 讓我得到什麼 智慧 第二種是 把痛苦呢 當作贖罪 像耶穌說 你們要背十字架跟隨我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啊 背十字架多苦啊 鞭打的片裡淋傷 然後一路走上加爾各達這個地 不是加爾各達 那叫什麼 什麼塔 各個塔 各個塔 就是 後來叫做獨樓之地 是吧 各個塔或獨樓之地 這是發音的問題 好 到那個山上 多不容易啊 所以佛教是把苦當作什麼 四大聖地之一 第一個 眾生皆苦 從裡面找到苦的原因 是把化解 天主教基督教呢 是把苦當作什麼 你要化解 痛苦可以化解自己的罪惡 人犯錯 他不是希望被原諒 而是希望有適當的懲罰 懲罰使他的生命呢 有重新開始的機會 而這個重新開始是 至少是有尊嚴的 因為我為我犯的罪付出的代價 如果犯錯而沒有懲罰 就被原諒 他內在是空的 永遠等待別人的施捨 那不是人生 所以從小開始 一個孩子犯錯 父母說我原諒你 這是最大的錯誤 任何小孩犯的錯 他明知故犯 一定要讓他受到某些懲罰 然後呢 讓他重新開始 讓他知道自己 對自己的事情呢 可以負責任 少了責任這兩個字 人生是空的 是一個幽靈而已 所以對於痛苦這樣的態度 絕不逃避 所以如果有宗教跟你說 你信我這個教 是吧 保證你沒有痛苦 第一個 每天念氣功 身體健康 那真的不是宗教 第二個 師父呢 每天跟你講人生的道理 各種心靈雞湯 為了你飽飽的 讓你心靈覺得很充實 那不是宗教 真的宗教呢 告訴你 人生就是這樣子 有痛苦 有罪惡 有死亡 你信的宗教呢 你有跟超越界建立關係 然後你這一生呢 自己要努力修煉 一個人修煉 很辛苦 一起修煉 相對來說 容易一點 很多人常常問 說宗教裡面有一些話 聽起來很刺耳 像你問基督徒 他只有信耶穌才能得永生 這話很刺耳 我念初中的時代 中學十五歲 就問過一個神父 問他說 那孔子孟子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老子莊子 我說孔子孟子比耶穌 早了五百多年就出生了 他們怎麼會認識耶穌 信耶穌呢 那他們在哪裡 神父也不能回答 他不能跟我說 他們不信耶穌一定在地獄 我告訴你 你這樣子告訴我這個中國人的話 我寧可下地獄 跟孔子孟子在一起 因為天堂上都是外國人 都不認識 所以天主教注意到這個問題 在1962年 叫做梵立綱第二次大公會議 大公會議就是把當時天主教 全世界的主教 全部聚在幾千人 開會討論重要的教義 在梵立綱第二次大公會議 就宣布一個文告 說有些人雖然不信耶穌 或者沒有機會信耶穌 但他一生憑良心做事 照樣可以升天堂有這一條 這一條才化解我的疑慮 孔子孟子當然是憑良心做事 老子莊子也是一樣 所以中國古代的多少聖賢 憑良心做事 有錯就改 有錯就認 讓自己不斷地完善 他們不在天堂 誰在天堂 你不能把上天堂 只放在公元前後 公元前四年到公元後 二十九年出生的耶穌 那個以後 信耶穌才能得永生 這個話說出來太刺耳 沒有人 所有的外邦人 或是原來不是你這個背景的人 都難以接受 這就是天主教開明的地方 但是其他宗教我們沒意見 你照樣堅持 你繼續堅持 沒有問題 你反正有信徒繼續發展 但從理性的角度上看的時候 這個說法是唯一這種宗教 尊重人的一方面 最後呢 社會上很多迷信 什麼叫迷信 我們簡單列舉五個特色 第一個 出於恐懼 恐懼就是怎麼樣呢 得不到的時候害怕得不到 得到之後害怕失去 就是患得患失 這是恐懼 所以一到考試的時候呢 就求神拜佛啦 這是恐懼喔 我記得我女兒念高中的時候 她說快畢業了 有一天 老師啊 帶一個東西到教室 說請同學們吃東西 老師請全班同學吃東西 這個是不多見的 老師還說 注意喔 請你們吃三樣東西 順序一定不能弄錯 先吃一個包子 再吃一塊蛋糕 最後再吃一個粽子 包糕粽 好 同學們一面吃全班氣氛 就弥漫一種迷信的氣氛 心裡想吃得包糕粽 那考試一定考得好 有一個校長 帶著所有陰界畢業生到廟裡面去拜 記者問他說 校長 你真的相信拜佛有用嗎 會讓學生考得好一點嗎 多少學生把總考證銀印本 在座有沒有人做過的 拿到廟裡放在文殊菩薩前面 請菩薩幫忙看清楚啊 是我啊 一定要讓我考得好一點 校長也帶著去 記者問他他怎麼說 他說要求得心安嘛 讓同學們心安 家長也心安 你問我信不信 這是個人信仰的問題 他回答得也很好啊 這個都是偏差的想法 都有迷信的傾向 迷信的嫌疑 真正的信仰呢 絕不能出於恐懼 因為恐懼只能壓制或是萎縮 你一種對人的 對生命的熱 對生命的愛 宗教信徒能夠超越 一定充滿對人生的熱跟愛 有光能夠發熱 所以第一種 宗教明信是出於恐懼 第二種 崇拜個人 崇拜個人很多人就問啊 你讓我們不要崇拜現在活著的個人 那耶穌以前不也是個人嗎 佛陀以前不也是個人嗎 那為什麼你又好像不反對了呢 沒錯 那是古代的個人 古代的個人跟現在個人有什麼差別 西方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好 我寫了你們就知道 好 我寫了你們就知道 做人就是會犯錯的 犯了錯就變成 errors 很多錯 這句話你必須承認 to be human is to err 因為人有自由啊 可能犯錯 現在還活著的人呢 他只要還活著就可能犯錯 這可能性一定存在 如果有一個人還活著 你跟他說 這個人絕不可能犯錯 因為他是活佛 他是菩薩 他是上人 他是什麼大師 我告訴你 你說這個人絕不會犯錯 我就不再接受這個話了 他還活著嗎 還活著很抱歉 活著就可能犯錯 你信不信 這句話你怎麼否認呢 如果一個人還活著 就不會犯錯了 他是人嗎 他可能是木乃伊啊 所以你要記得 如果一個人活著 都可能犯錯的話 一個人還活著 你為什麼要相信他呢 所以佛陀為什麼要說 依法不依人 你要靠的是法 他講的真理 而不是這個人 你如果以這個人代替法 那就是迷信了 把這個人當作一個 心靈上最大的支柱 他的所有的話都是對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 那就是迷信 到最後珍惜他的這個 所有的留下來的手稿啦 遺跡啦 所有東西啦 甚至死了之後的設立子啦 骨頭啦 什麼 都當作寶貝 不要把人看作 像迷信一樣的信徒 那是太可悲了 完全不能夠自己站立起來 那對人不是尊重 反而是一種毀滅 所以我們認為 迷信就是崇拜個人 也是活著的個人 有一年台灣發生送欺利事件 那時候上課的時候 有一位同學 很聰明的同學 他就問說 今天我們批判送欺利 焉織一千年之後 別人不把他當作 像耶穌一樣的偉大的宗教家來崇拜 耶穌活著的時候 也被判死刑啊 當時我怎麼回答 我很喜歡同學們提的問題挑戰 因為我太喜歡接受挑戰了 因為回答問題幾乎變成我的本能了 像這種問題幾乎都不需要思考 就可以回答了 我就問他耶穌有沒有存款 他愣了一下 他問你怎麼知道耶穌沒有存款 我說因為聲音上耶穌說 狐裡有穴 天上的鳥有巢 我呢沒有地方放枕頭 這是耶穌說的 你沒有理由懷疑 因為當時沒有人懷疑啊 因為耶穌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義父是木匠 家裡面一窮二白 宋七律呢 報告登出來 我完全只就社會新聞來評論 我對個人並沒有什麼興趣 也沒有什麼認識 報告登出來 過年的時候呢 信徒們就給他一百四十幾萬 一張支票放大 都要報上 看到沒有 很明白嘛 他說那你怎麼知道耶穌沒有存款呢 我就跟他說 我說當時 猶太人恐怕沒有像我們今天所謂 銀行這麼好的制度 被耶穌死了之後 也沒聽說遺產分給誰了 這麼簡單 說明什麼 因為耶穌超越 完全超越人間的富貴 人間的各種欲望 而這邊剛剛所提的這個人 他這個人指這個名稱 這個人實際上怎麼樣 我完全不了解 而這個人呢 他沒有辦法超越 所以就希望有各種現實上 物質方面的需求 這什麼好比呢 赤家蒙尼不也如此嗎 明明是加比羅惟國的王子 通通不要 當乞丐 所以你不要隨便說 我跟古代的這些人比 憑什麼知道我將來不是跟他們一樣 成為宗教上的一個領袖 你怎麼比呢 你現在信徒多少人啊 然後呢 住的地方一片瓦就是台幣十萬 我去過慈濟經社 他們告訴我 一片瓦就是台幣十萬 很多信徒見面 都要五體投地 看到沒有 我只是描寫現實狀況 各大山頭佛教 他們自己可以自己反省啊 你哪一個有思想牟尼這樣的精神呢 只有用兩個字當藉口 叫做方便法門 就說我這些錢財這些財富 不是為我自己用的 是為了宣傳佛教的教育 對大多數人是方便他們 利他來照顧天下人 然後結果 山產越來越多 財產越來越多 到最後不知道怎麼辦 只好投資啊 買股票啊 買這個買那個 這是宗教嗎 這是宗教的教訓嗎 宗教的啟發嗎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不是 現任教宗為這麽取名方濟 方濟以前沒有教宗取過他的名字啊 因為方濟是一位偉大的聖人 家裏面很有錢 他父親反對他修道 他最後就跟他父親脫離關係 當眾衣服全部脫光 一見不慎出家 他跟所有的動物呢 鹿啊 鳥啊 這個麻雀啊 當朋友 充滿無限的愛心 這是真正的一種修養的 修行的表現 真正的宗教圖 讓人家崇拜的 絕對是沒有任何一點點世俗的牽掛的 也就是說 讓小孩子到我跟前來 讓窮人到我跟前來 你們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這是宗教精神 而不是說 哎呀 這邊掛了很多照片 跟總統合照 跟立法院長合照 什麼監察院長合照 這種照片都是方便法門 那麼方便啊 各種宗教的活動 第一排全部空下來 讓政治領袖 名義代表做第一排 這些人是離宗教最遠的人啊 他有什麼資格在過年的時候去撞中 一撞 神人就斷掉了 這就是宗教的錯亂嘛 今天這個時代有真的宗教嗎 有真的宗教圖嗎 然後民信還增強欲望 讓你信了宗教之後 欲望更大 到選舉的時候呢 很多人逢妙就拜 不管你信什麼教 逢妙就拜 你簡直頭都昏了 他不是基督徒嗎 怎麼逢妙就拜 尊重老百姓 尊重民俗 這不叫尊重 這叫做利用 非常的幼稚 最後呢 銀河世俗價值 賢貧愛富 就我剛剛講的 讓一些有錢人 企業家都坐前面 在宗教裡面 給你各種頭銜 各種好聽的名稱 最後呢 執著於宗教的排他性 所以現在社會上 整個世界 有這種宗教的動亂 和宗教造成的動亂 都來自於這一點 排他性 排他性 排他性是所有宗教的原教指派 或者基本教育派都有的傾向 那不是宗教 真的宗教一定是開放的 博愛的 可以犧牲自己的 不計較別人他如何如何 而沒有說你不信我的教 我就跟你勢不兩立 那個完全出於人的一種偏差的欲望 跟執著 所以我們今天談宗教 我希望同學們記得 宗教是常常在被檢驗之中 自然科學 社會學 心理學 每一種人間的學問 專家學者 都喜歡對他提出質疑 因為他確實有很多地方受人質疑 但是呢 你沒有必要全門否定他 他一定有他的作用 倫玉鄉黨邊有一句話 鄉人羅 朝服而立於坐街 講孔子 鄉下人 舉行驅逐異軌的儀式的時候 孔子穿上正式的朝服 在家裡東邊的台階上表示尊重 為什麼 老百姓驅逐異軌 就好像我們說七爺八爺出巡 一般知識分子會認為說 民間 那是老百姓的民心 孔子不然 他穿上正式的朝服 因為孔子在魯國坐過大夫的位置 位置這個正部級 部長級的位置 穿上朝服 在家裡東邊的台階上 為什麼站東邊的台階 古人房子很多坐北朝南 台階有東西兩邊 客人來走西邊台階 孔子站東邊台階 代表我是這家主人 但是呢 對你們表示尊重 你憑什麼去懷疑或否定別人民俗信仰 你憑什麼 你有學問比較高嗎 也不是這一方面的學問 學問的特色就在於說 你有你的限制 我學天文的就不談地理 我學科學的就不談文學 這都是限制 所以我們對宗教一定要了解 是信仰的體現 信仰是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 信仰宗教是個人自己負責的 有這個關係只有一個目的 也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讓你不斷地往上提升 從人間的各種現實的慾望 提升到心理上各種 也是願望啊 求知啊 求善啊 求美這種願望 抵達靈的層次 我們講身心靈 下次會專門介紹 先說 它一個特色 譬如這裡一張座位 你做了我就不能做 這叫做身體互相排斥 我們一起上課 聽一個老師說很多觀念 聽懂了之後呢 就有共識 可以溝通了 所以身體互相排斥 心智可以溝通 靈性呢 打成一片 到靈性的層次 只要是人 都是同胞兄弟 同胞姐妹 別人信不信你的教 根本不相干 你如果只能愛你同樣信徒 同樣的信仰的一些信徒的話 你算什麼信徒呢 所以這些宗教界的人講話 都是非常直接的 耶穌說最後審判的時候呢 神對那些好人說 我以前受苦受難 你都幫助我 我沒有衣服 你給我穿 我沒有食物 你給我吃 沒有水 你給我喝 他說主啊 我們什麼時候看到你來了 是沒有衣服 沒有水 沒有食物 而給你這些呢 耶穌怎麼說 你們給兄弟裡面 最小的一個做的 就是給我做的 所以我們看到西方人 至少西方世界 我們所認識的 這麼多人 信天主教 信基督教 就信耶穌 這位宗教家 不是沒有理由的 你看看他講的話 就知道 這些話 也沒有什麼明顯的成分 就是要讓你把人性最高貴的情操 充分展現出來 我因為對佛學認識有限 所以不敢隨便舉佛教的例子 你真的去讀佛經 你也知道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一如電 陰作如釋觀 一樣的 金剛精 也讓你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全部超越 所以這兩大宗教系統 我們舉對兩個做代表 我想一般人可以接受 因為猶太教到基督宗教到伊斯蘭教 屬於父系宗教 特別要求正義 他的神都是男性象徵 要求正義 一絲不苟 死後審判 而印度教到佛教 都屬於母系宗教 慈悲為懷 連道教也是一樣 道教最高的神稱為無極老母 母親 代表都可以包容 你不管是哪一方面 到最後呢 寫得出來是一樣的情操 就是要讓你進入到無私 忘我 因為你跟超越界界的關係 同一條路 只是超成的方向 方法不太一樣 那最後對他的境界 都是類似的 好 我們談宗教就到這裡 空間 在錄本 是 美來 人 感谢观看